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计8号凌晨登陆台湾东部穿过台湾 8号傍晚到上半夜在福建近江到福庆一带沿海再次登陆 目前福州海市局辖区对台高速客滚轮 海峡号和利纳轮两码直航客船安齐轮均已停航防台 福州火车站也将在8号9号停运部分管内动车组 那么关于台风苏迪罗台湾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今天傍晚时分 台风苏迪罗已经碰触台湾陆地 台湾东部是首当其冲 宜兰花莲山区总雨量上看1000毫米 瞬间正风也来到了17级 台气象部门说 今天下午到明天全天是苏迪罗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 全台包括宜兰 花莲 台东 新北 台北 台南 高雄等15县市都要高度警戒 同时受台风速度的零影响 台北 新北 基隆 桃园 新竹 高雄和屏东等县市已经宣布晚间停班停客 我现在是在新竹的竹南车站 操墙台风虽然还没有登陆台湾 但是台湾的新竹和苗栗一带已经分大与机 受到台风的影响台铁的东部干线如台北到花莲 伊朗 台东等地的路线已经全面停止 而在高铁部分8月7号正常 8月8号即台风登陆的那天下午2点以前台湾高铁全面停止 可以说全台湾都在沿阵以带对应台风 那么在稍早前台风在台北市造成的影响如何呢 来看我的同事陈可南的报道 13号台风苏迪罗将会是正面的来登陆台湾 那么从今天下午5点左右开始 台风外围的风暴圈已经接触到台湾的本岛 那么台湾的相关部门是从昨天开始陆续的发布了海上以及路上的台风警报 那么其实大家看到现在在台北的一些路边的大树 都已经通过绳索等方式进行了固定 可以说面对于这一次台风的侵袭 台湾方面是严阵以待的 而相关于这一次苏迪罗台风 接下来会对于台湾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 并且及时的为您发回第一手的报道 接下来关注今日重磅环节 第48届东盟外长系列会议 6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闭幕 但原先预期的6号下午发表联合声明却推迟了 多家媒体报道 具体原因是东盟各成员国在如何对待南海问题上发生了争吵 另一方面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立场一致的日非两国又有新动作 日本计划向菲律宾方面提供在南海使用的三架比奇TC90空中国网巡逻机 旨在加深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 并使这些国家有能力与中国保持在南海地区的对立 据环球时报援引法新社的报道 6号当天 东盟国家围绕南海问题发生争论 部分国家要求在联合声明中写入对中国岛礁建设行为的批评 有不具名的外交官透露 菲律宾和越南要求将针对中国的强硬言词写入共同声明的叫喊 尤其卖力 但这种声音遭到参加此次东盟外长会议的部分其他国家的反对 东盗主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阿尼法在6号晚间举行新闻发布会 称南海问题在东盟外长会议上被广泛讨论 各方同意加强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并呼吁各方加强自我约束行为 但没有点名批评任何一方 而美国国务卿克里6号则建议相关各方签署一份停止填海造地工程的联合声明 6号在东亚系列外长会议期间 菲律宾外长攻击中国的南海政策 捕吹针对中国的仲台案 日本外相则支持菲律宾 并称所有人造岛礁都不能产生合法权益 中国外长王一及其全面阐明中方立场 有针对性的批驳了非日的不实之词 他指出菲律宾在南海没有讲出真相 上世纪70年代后 非通过四次军事行动 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八个岛礁 王一还以日本花费100亿日元建造冲针鸟礁的事实 斥责日本在评论别人之前 首先要好好检讨自己的言行 另据环球网援引路透社6号的报道 日本将向菲律宾方面提供在南海使用的 三架比奇TC-90空中国王巡逻机 报道称这一行动指的加深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 并使这些国家有能力与中国保持在南海地区的对立 不过菲律宾希望获得更先进的美制P3C巡逻机 并据法新社的报道 日本已承诺向菲律宾提供约20亿美元的软贷款 用以升级非破旧的铁路系统 这也是日本对菲律宾迄今最大的一笔资金支持 在东亚外长会议期间 菲律宾外长攻击中国的南海政策鼓吹 针对中国的南海仲裁案 那么近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又做了些什么呢 陈先生 其实菲律宾在南海问题 应该说主要的是一个挑事者这样的一个角色 最早的时候 按照一系列的国际法律文件 南沙岛礁基本上是没有菲律宾什么事的 因为当时的菲律宾国土按照国际文件的界定的话 是在南沙所有岛礁之外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菲律宾在南沙站的八个岛礁 基本上或者说大部分是在七十年代初 利用东南亚局势因越南战争发生重大变化的机会 以一种偷偷摸摸的形式足部窃取来的 那么另外一部分也是利用地区力量空白的这样一个状况 偷偷摸摸的登上去 然后把它霸占住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实际上菲律宾所占的南沙的岛礁 从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 他现在所促的这种状态完全是一个挑事者和入侵者的状态 在东亚系列外长会议上 日本外相在南海问题上对菲律宾给予支持 还说所有人造岛礁都不能产生合法权益 那么日本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日本它自己在太平洋的西南方 就是菲律宾跟太平洋之间 它隔着一个叫做菲律宾海的地方 做了一个冲之鸟礁 我们所谓的岛 岛是一个自然形成 礁是人为形成 人为的话 你最多只能够画三到十二海里作为你的领海 但是日本就在冲之鸟礁 花了一百亿日元做的冲之鸟礁 它的经济海域 它画定两百海里 所以你看这是日本人自己做的 日本人这一次向岸田文雄 他支持菲律宾 他除了说所有人造岛礁 都不能产生合法权益 那他冲之鸟礁 本身就不能够产生合法的权益 但是日本他依然这样子做了 王毅外长已经针对这一点有所辩驳 另据媒体报道 日本将向菲律宾提供用于在南海使用的 三架比其TC-90巡逻机 而菲律宾却希望能从日本 获得一批更先进的P-3C反潜巡逻机 那么TC-90和P-3C各自的性能和用途是什么 有了相关的飞机对菲律宾空军来说 又会有多大的提升呢 钱先生 其实这个比其公司的TC-90 它和P-3C相比应该属于是两类的飞机 严格意义上讲TC-90应该是属于一个小型的支线客机 那么日本的自卫队拿这一型飞机以前是作为教练级使用的 当然这一型飞机它配备适当的雷达和一定的观测设备 可以执行海域的巡逻飞行任务 但是它如果说执行作战任务或者说执行反潜收潜这样的任务 显然是力所不及的 相比之下 P-3C那就是世界上知名的反潜巡逻机了 那么菲律宾拿到这两型飞机 如果说拿到TC-90的话 起码对它在南沙这个海域的日常的所谓巡逻飞行 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P-3C它不仅具备TC-90所具备的所有的能力 而且这个能力比TC-90应该说是成几倍的增加 而且P-3C上有先进的搜潜设备 不仅可以对水面舰艇和导礁进行巡视监控 对水下潜艇也有搜索发现攻击的能力 同时P-3C还可以挂载对地对海攻击的武器 所以它实际上具备很强的攻击能力 另外日本还承诺为菲律宾提供约20亿美元的软贷款 用来升级菲律宾破旧的铁路系统 这也是日本对菲律宾最大的一笔资金支持了 日本花这么大的力气 金元和军元菲律宾居心何在呢 张先生 各位要理解到菲律宾的铁路系统 我到菲律宾的时候 我做过他们的铁路系统 从玛丽娜到碧瑶 如果按照中国大陆的高铁 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但是呢 它居然足足走了三个半小时 那现在日本它要协助它建立菲律宾的铁路系统 就是美国也希望日本出资去改善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克拉克空军基地 一个是苏比克湾 等这一些重要的机港 我看就是说整个菲律宾的旅重岛 它所有的铁路系统都要提升它的性能 让它高速化 这样子才有可能把军备很快速的运到他们的军事基地里面去 它的居心就是我刚刚一再讲的 第一个 海空基地它要建立 海空基地的建立 还有日本奉美国之命想协助菲律宾去整建他们的后勤基地 因为菲律宾是一个没有五倍的国家 所以基于经济的需要 政治的需要 跟军事的需要 日本才会提供20亿美元 协同菲律宾去提升它的铁路系统 好的 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稍后再做请教 六号是东盟系列外长会的最后一天 中日外长的单独会晤成为一大焦点 日本外相安田文雄向中方提出停止东海油气开发的无理要求 还对南海局势表示担忧 中国外长王毅则向日方重申了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并表达了对日本今后走向的关注 抗产展的收益去中 历史问题上的问题 其实不光中国人 估计是很多代关注 日本怎么过这一关 那么我们当然拭目有待 当然要别阐述我们的严重的立场 那还有就是关于日本今后走向了 这也是大家关注的 六号原定半小时的中日外长会晤 实际谈了一个多小时 出了历史问题 王毅还谈到日本调整军事防卫政策 引起很多国家特别是灵活的担心 而日本外相安田文雄 则向中方提出停止东海油气开发的无理要求 还对南海局势表示担忧 双方各说各话 难怪王毅会后对记者说 哪有那么容易达成共识 此外外界近来关心的安倍徐将发表 战后70周年谈话 以及安倍是否会访华的问题 中日外长这一次会谈并没有谈到 首先呢 日方现在对于中方是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说法 甚至是诉求 然后他们也在这个历史问题 在外交问题上 有很多他们自己的所谓的立场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是站不住脚的 而中方实际上对日方的这种 现在这个立场呢 其实也非常的清楚 所以双方之间要在最终达成一个共识 要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共识 其实确实存在一定难度 那么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 另外就是关于安倍访华这件事情呢 其实现在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确定的说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双方外长的会谈 不管谈及没有谈及 在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上面 没有公开说这个谈及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特别是在最近的日本国内 又有一些人炒作 就是说安倍其实并不愿意去访问中国 或者说安倍为了安保法案的事情 可能不太愿意在下个月出 那种特殊的时间段去访问中国 这种言论也在日本有了一定的市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公开去谈及这件事情 反而是不恰当的 6号也是日本广岛第70个原子弹爆炸纪念日 当天日本在广岛举行原子弹爆炸 70周年受害者悼念及和平纪念仪式 大约5.5万人参加仪式 创纪录的100多个国家以及欧盟代表出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场发言 表示日本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核爆炸的国家 坚负实现无核化世界的重要使命 但安倍却始终未提 自1994年以来 每位首相都会在纪念仪式中提到的 无核三原则 安倍话音刚落 就有场外民众高喊 反对安保法案 安倍政府在核发展上含糊其词 而他的房项中古元 此前更是在解释新安保法案时表示 自卫队理论上可运输合物 引发外界批评 好 相关话题呢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博士 叶涵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杨阳 那么相关话题呢 我们今天台北演博士请到两位嘉宾来与我们探讨 首先呢 是台湾的诗评论员张永华先生 张永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 是台湾的诗评论员李建南 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就有学者表示说呢 从这场的中日外长会节当中可以看出 中日关系现在面临着很多挑战 也面临着很多的难点 不过呢 两国外长最终时间会晤 也给首脑外交留下了一些想象的空间了 想请问一下张先生 您觉得中日外交当中的困难和难点是什么 而且另外一方面 他们所谓的这个想象空间 又有哪些可以让我们探讨的地方吗 现在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 它有四个难题 这四个难题除了调岛的领土主权纠纷之外 你更重要的是说 今年九月安倍新安保法要通过解除集体自卫权 安倍已经在广岛核报 他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废除核武器 但是他说我解除集体自卫权以后 除了一些弹药以外 还包含导弹 甚至于连核武器都包含在内 这个是明显挑衅 第三个就是历史问题的 截至目前为止 请问安倍针对二次世界大战 他有盗窃 他有说侵略 通通截至目前为止 他还没谈 第四个难题 就是说美国跟日本公然这些域外国家 公然插手南海还把澳洲跟英国把它引入 这个是完全域外国家完全针对南海 所以说这四大难关是中国大陆就必须要面对的 那你说他们所谓的想象空间 想象空间当然要等到815 看你安倍谈话会不会成绩 河野春山还有小泉这些谈话 更重要的他要对二战的罪行 他必须要进行道歉认错 我们就是说要看看安倍怎么解释从二战到现在的历史 是那么关于安倍这个战后70周年的谈话 他到底会说什么 我们现在还是不得而知 但是在前几天他做了 对于另外一件事情做了一番表态 就是日本在6号的时候 是在广岛举行了原子弹爆炸70周年的受害者悼念 以及和平纪念仪式 那么安倍那个时候就发言了 他发言当中就说到说 日本作为唯一在战争当中受到核爆炸的一个国家 他肩负着实现无核化世界的重要使命 那安倍是想借此再次向世界表明 日本是战争的受害国 他还提到说应该要得到和平的对待 想请问一下两位 安倍的这个话当中透露出什么玄机呢 那他的意思他是被害 第一个他是被害 第二个你即使说他侵略我也得到报应 所以他是一个两面手法 那另外他讲了说公平对待 这句话你就要听到意思 公平对待看起来说 你们全世界不应该对我这样 我已经也受到这么悲惨的报应了 你不应该对我这样 但是其实他这话也是讲给美国听 日本很清楚 你非得靠我不可 你在亚洲这话非得靠我不可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一步逐步 他就看这个美国来讲 和平对待 那你现在伊朗 你跟他可以允许他有基本的核子 那你这个时候呢 你是不是对我这个 所以他本身讲说 他就本身讲说 他要做一个无核化世界 那坚富化无核世界 就是说我也可以建筑你美国不要核化 但是如果你有核化 那你要公平对待 安倍现在他要把日本的历史塑造出 他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国 那他为什么他要塑造这个东西 除了一方面是右翼言论以外 那更重要的 安倍企图想拉拢美国 拉拢美国称霸东亚 这个是安倍的一个野心 好 我们讲完了他的野心以后 我从头到尾看安倍的核爆谈话 除了反核三原则以外 他希望有一个无核世界 既然是无核世界 我就想问安倍一句话 你重启核电以后 请问你核废料里面 你所提炼出来的布 现在放在哪里 那第二个 你允许美军使用核武 而把这个核武放在琉球群岛 截至目前为止没有改变 那请问你怎么无核化 第三个 他的防向中古猿 已经讲了 我只要解除集体自卫权 我的海上自卫队可以输送弹药包含导弹 核弹都可以 你防卫向 你防向讲的这一些话 请问安倍有没有出面自知 就是说安倍今天讲的任何的话 你还去相信他的话 就大错特错 非常谢谢两位的分析特点评 下面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 杨阳 好的 谢谢台北院博士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关注盘盘视频 热点快评环节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47秒84 世界第一飞鱼 第一次参加游泳式竞赛的中国小将 22岁的宁泽涛 昨晚力错群雄 摘得男子100米自由泳大战的金牌 我知道 我今天必须豁出去 我相信我自己的厚城 这次是个非常博物的经验 然后 我觉得 我现在像做梦一样 我不知道 有什么言语来表达我此刻心情 我只想说 我是红肉人 我是中国人 我今天我做到了 我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 男子的短字 我有一起之地 宁泽涛之前 中国乃至亚洲 从未有人闯进过世界大赛的 100米自由泳决赛 在俄罗斯喀山 宁泽涛不仅创造历史闯进决赛 并最终赢得了这枚宝贵的金牌 也将自己的名字 写入了中国和亚洲男子游泳的历史 宁泽涛有着高颜值 被称为小鲜肉 但在喀山 他靠实力 不靠颜值 继续扬之后 宁泽涛也登上了世界泳谈的最高领奖台 这对中国泳谈的双子星 正在开启全新的局面 看完海军一等功臣 宁泽涛机动人心的夺冠画面 我们再来看看 我国海军最新发布的震撼 征兵宣传片 中国海军2015征兵宣传片 全长4分22秒 遵我们的梦想 使命的召唤 基因的荣耀 逐梦深蓝四个篇章 整片气势辉弘 其中选取的许多作战演习镜头 都是海军首次曝光 相当具有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 入伍参军 报效祖国 本就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 而在片中 几句号召力的宣传词 配以海军舰队驰骋大洋的壮观场面 更是令人热血沸腾 好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朝鲜 据新华网援引朝中社7号报道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8月5号颁布政令 决定调整标准时间 从8月15号起使用新的平壤时间 政令说 为了迎接祖国解放70周年 体现朝鲜军民不屈的意志和信念 朝鲜将以东京127度30分为基准设定 朝鲜标准时间 并将其命名为平壤时间 比现在时间推迟30分钟 朝鲜内阁和有关机构将采取措施 确保该制度顺利实施 朝鲜此前采用东九区作为朝鲜标准时间 与日本同属一个市区 这次朝鲜政令说 日本帝国主义曾实施朝鲜民族抹杀政策 践踏朝鲜历史和文化 剥夺朝鲜标准时间 现在与日本划清十届 也能体现朝鲜军民清算日本百年罪行 巩固国家主权的坚定信念 有法两国废除西北风两旗攻击舰均受合同 双方各有哪些损失 无缘落户俄罗斯后西北风舰的最后归宿又会如何 两岸市市评论员陈虎张有华带来深入分析 休息一下 报告回来 带您继续关注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由拍卖食品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据新华网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处5号宣布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天早些时候通话 就废除西北风军售合同达成一致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 法方赔付俄方根据合同支付的全部资金 而两艘军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将归法方所有 至此 因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西北风军售问题已得到了彻底解决 不过 针对双方先前争议较大的赔偿金问题 俄法双方均未在声明中提及 据悉 西北风是法国研制的第四代两栖战舰 长199米 宽32米 满载排水量2.1万吨 具备远程兵力投送及两栖作战指挥能力 可供六架直升机同时起落 可搭载直升机 水路两栖装甲车 坦克等重型装备 以及900名士兵 它可以作为指挥舰 也可以在作战中执行干预任务 甚至还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一所海上医院 据了解 俄法于2011年6月签署这笔价值12亿欧元的合同 俄罗斯从法国采购两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第一艘弗拉迪沃斯托克号 原定于2014年10月交付俄方 后来法方以乌克兰局势严峻为由 宣布无期限的推迟交货 第二艘塞瓦斯托波尔号 原定于2015年底交付 好的 情况下体 请我们再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陈虎 以及台北的嘉宾张有华 作为军事强国 俄罗斯早前为什么会向法国来购买西北风两栖攻击舰 西北风舰到底有什么样的先进之处 其实从世界的范围来说 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并不是一个特别先进的舰艇 但是在那个时候 这是俄罗斯从西方国家能够买到能够拿回来的唯一的一艘大型水面战舰 那么法国人主要是拿这一型战舰是做生意的 那么这一型战舰它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均衡 没有特别突出的性能优势 但是各方面也没有短板 同时这艘舰多用途性比较强 既可以执行两栖兵力投送任务 也可以作为指挥舰和其他的作战舰艇 同时这个舰艇在发动机 在舰载的航空设备通信等方面 对俄罗斯来说有相当的吸引力 同时法国开出了不错的技术合作和转让的条件 这些原因使俄罗斯感觉到对它有相当的诱惑力 同时俄罗斯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大型水面舰艇处于极端短缺的情况 那么这几个因素凑在了一起 就促成了俄罗斯从法国购买西北风两栖战舰的这样的一个生意 那么法国又为什么会因为乌克兰局势的原因而终止同俄罗斯的这份合同 那么对于法国与俄罗斯来说双方各有哪些损失呢 张先生 对法国来讲的话 除了金钱上的损失以外 那更重要的 大家以后进一步要跟法国进行所谓的军火交易的时候 这个合约存不存在 以后大家向法国买武器 说毁弃合约的话 你法国要不要赔偿 那这个对法国来讲是显然是不利的 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去整舰 两栖突击舰 工作特种作战部队的载具之用 那现在他买不到 就是说明了俄罗斯自己白白的浪费这五六年的建军时间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未来的俄罗斯 有没有可能再向北约的盟邦 或者是向法国等这些国家再度购买军品 我相信对俄罗斯来讲 这也是一个难忘的经验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继续话题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就俄法间有关西北风两栖攻击舰的更多话题 我们继续来连接北京的时事评论员陈虎 针对先前争议较大的赔偿金问题 俄法双方均未在声明中提及 在赔偿问题上会牵扯到哪些的较量呢 其实赔偿金的问题对俄法两国是一个比较难谈的问题 从法理上来说 法国应该向俄罗斯付出赔偿金 同时就这个问题 俄罗斯也会按照他习惯的做法师自大开口 但是对法国人来说 本来生意没有做成就是一大笔损失 如果再付出赔偿金的话 这个损失就相当的可观 甚至会导致企业的破产 所以法国人也一定会尽量避免这种结果 那么最终的结果 我想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应该是接近于最终结果 两国都没有明确提出赔偿金的问题 更没有提出赔偿金的数量 这说明两国在这一段时间的私下的交易中 很可能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重拾台海抗日记忆 难忘抗日保台制式邱冯甲 26岁考取近视的他 为什么辞官不救 却转身成为了抗窝首土的台湾一军领袖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 邱冯甲率领全台士绅 刺血上输清政府 要求费约抗战保护台湾 在清政府执意割台的情况下 邱冯甲又做了哪些努力和抗争 保台失败的邱冯甲 回到家乡广东 在这里的他 又如何继续驱逐日后的事业 更详细内容 敬请关注 本周日晚海峡新干线特别节目 台海抗议记忆